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可以用一寸光阴一寸金来形容 被耽误的时间都是飞走的钞票 因此 私人飞机不仅是他们显示身份的工具 其主要作用可以到大提高工作效率 接下来 就让笔者向你们介绍七位拥有私人飞机的一线大咖啡 第七名 张子怡 张子怡 但经国际影坛第一华人女星 他购入机行为索卡达火3TB9号四人飞机 该机产次法国 价格约1500万人年币 机内共有五个座位 百观经验大气 气质出众 最大豪成了1295千米 很符合张子怡国即将的独特形象 第六名 刘涛刘涛出演过许多经典作品 在欢乐宋这部剧里 他一身大马尼价值十来万 在现实生活中 刘涛也相当富有 自他2008年嫁入豪门后 一直过着奢华的富太太生活 除他拥有十几两个类型号豪车外 还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型号达索猎鹰2000 产次法国 价格约3亿人年币 飞机内部装饰最贵豪华 有大号沙发床 整体厨房 浴室 DVD播放机 电话 传真机等 第五名 刘德华刘德华 自他女儿在2013年出生以后 变身宠远黄漠 为保护女儿免受曝光 不仅聘请诸多保镖贴身保护 另外 为了更方便随时陪伴女儿 更是一致千金购买私人飞机 机行为来格赛650 产次巴西 价格约2亿人年币 和成龙大哥第二架飞机同款 这款飞机可搭载13名乘客 客舱才有最顶级配置 逼格座椅 商发椅 文件柜 餐桌 会议桌以及厨房 几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四名 林青霞 飞机品牌 唐巴迪挑战者 产自加拿大 价格5000万美元 大约3.5亿人年币 林青霞 曾经红遍全亚洲的超级女神 无数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他无论是在影视 音乐 文区艺术方面 都算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艺术家 因其身份尊贵 资产丰厚 配得上拥有私人飞机 他家飞机性能强劲 内部豪华 属于世界级豪华机型 第三名 赵本山赵本山 曾经的春晚小品之盲 推出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自他退出春晚舞台后 全心全力经营自己的本山传媒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耗费寄2亿人民币 购买一家型号 为旁巴迪挑战者CL850 私人专用客机 飞机内是豪华 酒吧 健身房 卧室一英俱全 以票本山在当今中国喜剧界的至高地位 值得拥有私人飞机 第二名 马云马云 小编之所以把马云拉进娱乐圈范畴 主要感觉以马云之才气 绝不仅限于商界 他曾经与李连杰 甄子丹 吴京 孔天宝等一种功夫巨星合作拍摄电影公首到 与歌后王妃和唱歌曲风清阳 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人身份 早已盛俗影视表演 演唱歌曲等领域 已经是贯穿古籍中无数千年的爵士奇才 议论关注度与粉丝数量 他不比任何明星逊色 他不仅是在普通百姓眼里的明星 更是许多明星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才正常不过 他的飞机型号是弯流G550 这架私人飞机的制造商 是美国著名公物机公司 弯流宇航公司 G550价值超越3亿元 第一名 成龙 成龙 他的大名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成龙名下一共有三架私人飞机 第一架是2012年 购入的龙号专机 机身以一条鲜红带长楼为图案 机尾一龙自卫标志 型号 Legacy 650 大约2亿人密币 第二架机型 Legacy 500 总价大约1.2亿人密币 机身比第一架最小 内部只有8颗座位 但内部装饰非常豪华 属于短途旅行专用 第三架属于大型商务机 花费3.8亿元从长荣集团 接手的二手大型商务机 尽管是二手机 大轮装修合格外性能 开称是全球最顶级豪华自然飞机之一 可容了整个城加班全球飞行 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花费3.207亿元!